接下来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每一个进程 它是演变得非常快的 没有时间思考 没有时间停留 没有时间逗留 马上要迎接的是什么呢 我们2024选完 很快的2026号 我们就来看到了学者纽泽勋怎么说了 国民党在这一次的败选之后呢 你看台中台北没有拿下来 那就会冲击到了台中市长 卢秀燕台北市长 讲完安的政治行情还有能量 这个量能会不会受到影响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 已经在布局2026了 马上动起来 黄国庄可能来职攻新北 那黄珊珊再度挑战蒋万安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 那大家呢 现在等着再看了 会冲击到刚刚讲到说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了 蒋万安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卢秀燕 那卢秀燕的下一步呢 大家也很关注了 现在呢我们就讲说 这个市长妈妈市长 中霸天现在下一步 我们来看到了分析了 包含讲到说 国民党呢 如果派出卢秀燕参选 2028 下一次的总统大选 有机会哦 而且胜算很大 包含的是呢 其实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到 是什么 国民党的可能 很有可能被分析到的 最大的败笔 就是说这个直辖市长 在职去参选这件事情 为人诟病嘛 如果是妈妈市长 卢秀燕来去选两年 下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 好处是什么 你看哦 他的市长任期两年后结束 所以他参选2028 就不会有被骂说 你在职还跑去选 好 这样子的话呢 距离大选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可以开始布局了 这可能就会是相对的想通 相对的优势哦 对于国民党来说 好 郭正亮来说了 2028呢会是赖清德的一个最大关卡 虽然说呢 现在民进党进入到了 前所未见的第九年执政 但是呢 这个接下来 你还想要继续在那个位置上 没那么容易啦 就是呢 卢秀燕跟柯文哲合作的话呢 那就有可能会是 接下来赖清德的最难过去的关卡 而且包含是卢秀燕呢 本身对于人际处理关系呢 都是比较现场的 也不会呢 有这个侯友宜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啦 就是说过去曾经大家闹得不是那么好 好 这样子的话呢 现在更有一个说法 说卢秀燕呢 有可能邀请蔡碧如担任副市长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选上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乐见其成 也希望呢 柯文哲不要反对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王玉民呢 本来是副市长嘛 现在要进到这个国会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位置空下来了 势必还要找人 是不是在这一个 这一次选战当中 少数可见的这个 蓝白和式饭区 那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就继续的延续下去呢 好 据说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恭喜蔡碧如了啦 不过呢 蔡碧如本人是说 八字还没一扁耶啦 不过这一次呢 确实在卢秀燕 还有蔡碧如之间 的这样子的一个蓝白和式饭区的合作 还算是这一仗打得OK 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即便没选上 但是呢 这个票数还算是呢 咬得很近了啦 那现在呢 蔡碧如这边的幕僚 是否认的 她说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蔡碧如会留在台中发展 说真的啦 如果进去当副市长 也是在台中发展啦 只是说呢 任期可能就是比较短嘛 好 再来呢 幕僚说 没有这件事情 市长任用全部会尊重 日用权呢 会尊重市长啦 所以说呢 这个接下来会怎么做决定呢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除此之外呢 民众党这边自己也说了 卢秀燕展现非常大的格局 让蓝白和在台中 发挥了非常大的效果 蔡碧如呢 只落后了大概六七千多票 协下传奇了啦 如果卢秀燕真的有这样的考量的话 民众党是愿意来开启 下一阶段的蓝白和作 好 在这边呢 我们要线上持续的 跟永平姐来做请教了 现在讲到说呢 真的开始要布局了啦 不管是2026还是2028 那如果说呢 我们刚刚讲到了 妈妈市长来做准备的话 其实确实可以去打破很多 所以说这几次的选战当中 大家比较为人诟病的地方啊 这个必须要很不客气的 直接点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直辖市长 这个代职去参选这件事情 就是已经跌了两次了 而且摔得很痛 好 再来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因为像这一次的选战来说 很明显的就是你那个人选 是经过到很后面才推出来的 你已经措施掉了前面 大家可以凝聚士气的时间 一个是时间的紧迫 另一个是已经搞到大家都很僵了 然后大家才要来赶快手牵手 一起来拼选战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能够 其实有时候大家都在说啦 国民党就是能够早做决定 这个大家也是希望能看见 但是好像一直没能看见 是不是这些问题 好像看起来 只要是这个选择的话 迎刃而解 是我先讲一下这个卢秀燕 其实我在大概大半年前 我在私下的一些讨论 甚至不正式的这个 座谈会的过程中 其实我早就主张说 国民党未来最适合的 就是说这次如果选举没有赢的话 赢了当然是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没有赢的话呢 大概下一次主要的接棒人呢 就是卢秀燕了 那之所以能做这样的评估呢 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多么的天才 而是说这是唯一合理的政治逻辑 因为你放眼望去呢 国民党并没有其他的人选 因为很多人会讲说 蒋万安啊 新男神啊 如何如何 那蒋万安他台北市市长呢 才刚刚做第一任 如果你要他这个到时候 2028他去写连任 如果这样我们讲好了 如果是蒋万安必须纳入考量的话 那等于大家就会 这个对来源的人来讲 他就是2026没有连任成功了 那这样这还得了 如果你连台北市都守不住 蒋万安的魅力呢 如果连任都守不住 当然他像当年陈水扁就是这样 台北市长连任意外输了 但是呢 他去选总统呢 又连送分裂 就意外给他减到了 可是那你要这样子赌运气吗 也就是说 到时候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所以现在大家第一个不愿意去考虑 蒋万安不能连任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都认为 蒋万安可以顺利连任的话 那他就绝对不会 这个在这次特别有了韩国瑜 或者是侯友宜的这样的经验之后呢 他就绝对不会在直辖市长任内 还没有做完的情况下面呢 他就代职参选 他就绝对不会这样 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呢 我认为卢秀燕几乎是国民党 毫无悬念的选择 更何况呢 卢秀燕在这次的处理上面呢 不但毫无缺点 大功臣 他一举由于他非常巧妙的布局 跟亲力亲为的 像小太阳一样的温暖的 妈妈市长的这种情怀呢 真的不可思议的奇迹 就是台中市原本的八席立委呢 六席是民进党的 两席是国民党的 而且那一次是卢秀燕 刚刚2018赢到市长之后 马上2020来的立委呢 还有民进党还有六席啊 他只有两席的情况下 他可以在他这一次啊 他已经连任了 他的基础打得很好 政绩非常的好 出去口碑都很好 的情况下面呢 他可以一下子翻转 让国民党变成六席 然后让蔡碧如啊 就是所谓F4加蔡啊 蔡碧如呢 可以逼近蔡奇昌道的 让蔡奇昌吓出一身冷汗 简单讲就是虽败游荣的局 那这样的成绩单呢 真的是非常令人刮目相看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部呢 台中啦 呃 彰化啦 是有名的啊 这所谓这个摇摆市啊 摇摆县等等 那所以这也看得出来呢 卢秀燕的呃 政治敏感度啊 他第一时间 他就早早的争取做蓝白河的示范区啊 尤其他布局 甚至到了在上次县市长的时候 当时第一时间对这个新竹市长高宏安啊 就民众党的高宏安呢 身出友谊之手的也是卢秀燕 所以卢秀燕呢 因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 至少中部地区民众党的支持者 跟粉丝的支持跟感念啊 所以这个蔡碧如投桃报李 他也一直很早的就在帮国民党的一些候选人 拍影片啊 打气啊 站台啊 等等的啊 所以如果说 这个在民众党内啊 当然现在蔡碧如是在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 可是如果说民众党内最希望蓝白合作的 大概现在第一名就是蔡碧如了 所以如果说蔡碧如跟卢秀燕 可以维持这样的感情 因为大家要了解蔡碧如在那个选区 第一个对抗蔡奇昌 是这个仰望非常非常艰巨的选战 第二个呢 民众党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给蔡碧如 除了人气跟这个网络声量以外 更多的部分地方的组织装脚甚至木款呢 可能都是卢秀燕帮了大忙的情况下 那你对蔡碧如来讲 你跑到一个陌生的地区 而且那个区域的地理范围也蛮大的 很多的地方呢都得进行去加护拜访的 然后在那种地方你专门搞网络声量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你一定要有陆军组织的战的配合 甚至是国民党地方派系的配合 所以像这些问题 如果卢秀燕没有大力的出面 把这个蔡碧如完完全全当成是自己的子弟兵 就像他如何照顾他那几个F4年轻的 35岁以下的年轻立委一样 那蔡碧如感受到这个卢秀燕的情意 那他要不要投桃报李呢 那事实上从能力和经验来讲 我觉得蔡碧如非常适合担任台中的副市长 因为刚好女性的副市长王玉敏呢 已经又回到立法院去当不分区立委了 那这个时候蔡碧如如果可以去台中市担任副市长 一方面呢延续大家觉得蓝白河的这个美好的一个想象 那第二个呢蔡碧如原来在台北市 他就是算是柯文哲的你要讲管家也可以啦 帮他处理大小事情这个市长市的最重要的基要 而且他的权力呢甚至一度在台北市 大家还把他称为地下市长 那当时这样的讲法当然也是那个时候 柯文哲刚刚对市政不熟的时候 然后觉得这个蔡碧如的权力很大 但是不论如何呢蔡碧如基本上 他是一个对市政贤熟的人 也曾经处理过许许多多的市政问题 那这样市政贤熟的人来跟卢秀燕一合作呢 他在市政上面呢 他几乎也不必学习旗啊 他很上手的情况下 对卢秀燕也是实质上也能帮很多忙 而就选举其成上呢 只要蔡碧如不要心很大 觉得说啊我一下就要去选台中市长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的啦 因为他到台中市参选立委就知道了 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从未耕耘过 不可能一下子就有这样子的企图心好 那如果他的目标只是下一任 就是蔡奇昌那个选区 因为他现在对选民有所承诺嘛 我还会再回来 我一定在地方服务我下一次要把他赢回来 这样的想法 那他跟卢秀燕现在去做副市长最好了 因为一方面呢 他了解整个市政呢 更成熟 然后有一定的资源 也可以继续的服务 他原来这次落选的这个选区 然后呢 2026一下来换新的市长的时候 蔡碧如一样他就不要在政府工作 他一样又回到选区去经营 经营个一年多 那就刚好2028就可以这个财选立委 那我觉得对蔡碧如来讲呢 他又成全了情意 他又完成了对选民的政治承诺呢 而政治时程上的安排呢 又对他的发展很有利 那所以昨天郭正亮才会讲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就是指蔡碧如去做台中市的副市长 但是他的前提就是说 希望柯文哲不要阻拦 好 那至于柯文哲现在的不分区 他都事先讲好了说 到时候县市长你们要去拼搏啊 我只简短的评论一下 黄国昌当时呢 选的就是这次 这个廖先祥打败赖品渝的戏纸 跟金山万里瑞芳平熙双溪共聊的 这个七星区 黄国昌当时做一个立委 他在战神啊 揭臂啊 立法院啊 表现非常出色 可是他疏于地方服务 因为黄国昌的个性 他不喜欢那一套 可是在那种城乡差距很大的区域呢 你红白铁是一定要跑的 你地方的组织呢 社团经营你是一定要做的 黄国昌不想做 他后来还面临了被罢免的命运 所以他是自己不继续参选的 结果赖品渝呢 选上了 他也没有做地方服务 也不跑基层 红白铁也不跑 的后果呢 也是这次就落选 所以对黄国昌 他非常的清楚 新北市这个地区 有很像台北市的都会区 就是他的蛋黄区 那些你打网路空站啊 年轻人啊很有效 可是新北呢 也有差不多一半的地区呢 是非常像是 这个中南部的这种乡下地区呢 你一定要跑红白铁 你一定要做地方选民服务 你一定要跟地方的社团 跟里长拨拨 那这种是黄国昌讨厌的 那黄国昌连立委他都不愿意再做了 他会可能去新北市参选吗 我个人觉得在意愿上 我打很大的问号 那至于说黄珊珊很想重新回来选台北市长 他想要复仇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 但是呢黄珊珊如果要能当选 他唯一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一定早早的就去跟民进党谈说 你们既然没有人选 可以打败蒋万安 那你们就理让我选市长好了 这个是唯一黄珊珊 有可能参选台北市 而有一些胜算的 但是就要看蒋万安 因为蒋万安呢他的施政满意度呢 比柯文哲高非常的多 他的民心魅力呢 现在在台北市还有以外的地区呢 也已经形成旋风 所以对于蒋万安来讲 他现在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黄珊珊如果被民进党礼让 那他就是真的蒋万安很大的强敌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民进党呢 礼让柯文哲一次 结果把民众党搞得如此壮大呢 反过来抢夺他们的年轻选票 几乎把他年轻选票的根都要拔掉了 曾经经历过一次的事情 他还要在黄珊珊上面再叠一次胶吗 所以现在这种三国演义呢 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未来慢慢等着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硬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